今天虽然是大整天,但是空气非常的寒冷 现在是早上大概8点45分左右 为什么我能起这么早呢? 因为今天要去拆牙线 不得不让我起的早点 不然今天要冷啊 真的是冷 因为上班的原因,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是9点半起床或者9点20分起床 所以说9点前的太阳没怎么享受过 真的是风和日历 这里家附近有一个小的道河 在日本的那个道河跟神社呢是两种东西 但是性质确实一样的,都是要交钱拜神 今天是平安夜 24号 预定是先拔完,不是拔完牙线 先拔完牙线 拔完牙线后看状态 状态好的话 还能买点吃吃 状态不好的话 今年的圣诞节就只能吃稀饭了 家旁边就是整个快递 日本的比较有名的快递黑猫 所以说还蛮便利的 一旦有什么不再联络票出现的话 直接去拿就好了 日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在早晨10点就开始 所以看店基本上都关着本路 但是牙科为什么9点就开始 这个对面呢就是日本陶太郎寿司的本店 分店就在旁边,分店是在那边 分店 这个就比较厉害 陶太郎口碑还是蛮小 查过之后 东京好像一共有8家 然后本店在高原寺 之前呢有翻新过 有翻新过 现在这个店门是全新的状态 吃过几次真的蛮好吃的 这就有一本出租车 你看上面写着 现在是 限价是2公里730里 起步价 所以旅游的大概清楚什么个价位 好,到了到了 就有一点吃第一波 昨夜牙科 又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已经有人了 已经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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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现在是9点半左右 用了半小时时间 这次呢 就是帮我 把那个之前的 牙线给拔了 然后 然后稍微再检查了一下牙齿 发现 右上 左上 左上有一颗柱牙 稍微帮我补了一下 然后就 没有了 一共只花了150 比比感性吧 几乎像不要钱的一样 哦 圣诞节到 啊 现在太早了 超市都没有开门 还想买点菜的 现在是下午的4点07分 家里 刚刚 全部搜集了一下 就是全部打扫了一下 彻彻基地打扫了一下 现在非常干净 虽然今天的天气特别的晴朗 再加上 今天又是平安夜 但是 没有出行的打算 因为要赶化 哎呀 也是蛮累的 这个欠下了债真的是还债的时候特别累 好 继续了继续了 哎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化完了化完了 哎呀 总算是化完了 哎呀 准备做饭了准备做饭了 这就是我平时的晚饭 就是这么简单的色拉 其他就没有了 然后还有白饭 现在已经是日本时间的12点50分了 嗯 那首先在这里呢 先跟看我的观众们说一声 圣诞节快乐 虽然我没有过怎么过圣诞节 完全没有气氛是不是 然后呢 现在准备 制作明天正式的圣诞节 贺卡 要开始化起来了 要上色的 对 就不像素描那样 拎模就够了 贺卡是要设计的 是要自己画的 是要自己涂色 涂色的方法要自己选择 彩迁肯定不行 彩迁太low了 不是太low了 彩迁的那个 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好的彩迁 所以说渲染力不够强烈 也必须需要用到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的 漫花墨水就是 colour ink 就是这种 这个牌子是那个温莎牛顿的 对温莎牛顿的还行吧 因为它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相对于其他的那个马丁博士来说算比较便宜的了 但是也是很贵的 比起水彩水粉来说 这一小盒可以买个三四个水彩颜色 差不多吧 这是好的那个漫花墨水 这是马丁博士 有预算法就可以考虑入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附着力特别的强 渲染力特别的好 就是贵了点 对就是贵了点 一盒多少钱我就忘记了 买了一个12色的花了七八八千日币 十二色的八千日币 八千日币的话现在汇率是六的话 将近五百块钱不到一点 四百八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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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色 是不是让你听起来有点贵 但是为了跨画 为了创作的嘛 总会先投资一下 是吧 然后觉得自己驾驭不了 那就不要再投入了 对吧 今天已经很晚了 那就不再深入说绘画的事情了 绘画的话找一天 找一天日常 跟大家好好聊聊美术生吧 要是大家是美术生的话 然后又是来日本留学的 可以听听就当听故事 嗯 就当听故事 那么 今天晚安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